爱丽丝老师 我们就来了解 什么样星座的人 人生遭逢巨变之后 他还是可以保持一个 非常乐观的一个星 好 我们来看看乐观的星 今天从太阳跟月亮 还有上升除了来宾以外 我们看观众朋友的星盘 首先我们太阳月亮上升 落在第三名 是我们摩羯上榜 然后我们的巴玉 月亮就是在摩羯座 所以巴玉是属于这样的类型 属于说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 人生遭逢巨变 会用它的韧性 然后来坚持到底 来冲破极限 我们知道说刻苦那咬的摩羯 其实如果让它过上好日子 它会觉得说穿金带银 每天这样也没有意思 不如穿着是很简单又有心 如果餐餐都这种豪华的满汉全席 它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那还是健康养生一点 对身体好 那如果说有跑车给它开 它会觉得这样也没有意思 那不如偶尔骑骑优拜 学学梦多来做健身 它觉得一定要 要秉持这种生活的原则 就是它会觉得 游减入奢意 游奢入减难 所以说它不会永远都是 那种享受的感觉 它本来就是苦过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 人生遭逢的这个巨变 遇到的困境 生活不是过得很好的话 它也会觉得 其实是没有落差的 所以它就是秉持了 它这一种任性的坚持 它觉得只要我努力的奋斗 冲破所有的这一个困境的话 我一定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好转 而且一定会获得改善 所以它就是秉持着呢 它不怕这种辛苦 它也觉得说 这个痛苦它也很愿意的品尝 它平常也是那种享受 这种寂寞的这种艺术家 有这种艺术家的这种气质 所以它觉得冲破困境之后 就是我要华丽大变身啦 是它迈向成功的大道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呢 我们第二名哦 就是太阳月亮上升落在的是 水瓶座的人哦 那水瓶座是怎么样的心态 它是属于改变呢 它的态度来创造它人生的高度 我们知道说水瓶座的人啊 它的世界 它不一定要跟其他人有交集 甚至它的交友哲学呢 它的处事哲学是比较属于那种说 你走你的路 我过我的桥 它不是那种不相干 而是它会觉得说 我们互相欣赏 互相爱慕 但是呢 我们互不干涉 我们能互相尊重 所以说它有它的处事哲学 那如果别人觉得 哇 遭逢巨变 好惨 可是水瓶不会 它会觉得说 这就是人生百态 我笑笑看待 所以它有这种 很潇洒啊 自在的这种哲学 所以呢 当它有钱的时候 它就会呢 觉得说 我可以餐餐撒金箔 撒金粉 来享受豪华大餐 它也可以为了 想要吃这个豚骨拉面 而且是细面 就跟着梦多 飞到酒粥去品尝 或是想要人生一只鸡 它就直接呢 到韩国去旅行 可是今天 如果是没钱 穷的时候 遇到困境呢 它啃着素鸡 它也是可以幻想 我有撒金箔 撒金粉 所以它就是这种 很潇洒自在的 这一种灵魂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 想旅行就旅行 我今天想修行就修行 想要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那我就好好的享受 它就是这么自由自在 所以对它来讲 这种人生遭逢巨变 那不过就是人生嘛 然后冲破了困境就可以了 所以永远可以保持 这种乐观的心 来我们第一名 太阳月亮上升呢 是落在这个射手 当然是要颁给射手座 然后射手属于 这种乐观的信念 而且随时冒险 我们知道说这个木星 本来就是象征着 这种乐观啊 积极啊 跟好运 那它主宰着射手 就让射手成为一个 天生乐观主义者 它对自己的人生啊 未来啊 工作啊 爱情啊 射手都会觉得说 我永远保持着 这一种乐观的情绪 它不只是信念 它是随时保有好的情绪 随时都是乐观向上 所以遇到这些困境 它也会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它好像很多事情 它都是保持着 那种聪明的脑袋 可是有点糊涂傻傻的心 它会觉得说呢 两个月没剪头发 没关系 无所谓 如果说两年没有办法买衣服 也没有关系 它觉得没有差 反正我有一件名牌牛仔裤 我可以一穿穿五年 所以它就是 事事都抱着这种 无所谓没所谓的心 而且自然而然 它的这种身性很豁达 它坚信 遇到困境遭逢俱变 我只要随时这种阳光活药 笑脸隐隐的对人 然后呢 不太与人计较 身性又豁达 它自然而然很多人都会想要来帮它 所以它的好人缘 跟好贵人运也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它的困境也自然而然 很快就会突破 那我们梦多不是说 遇到困境就没有保持乐观的心 像巴欲就很明显 它又狮子又天蝎又魔戒 所以这种生命的韧度是非常的强 又很阳光 真的就是呢 关上一扇窗 它相信会有另外一扇窗为它打开 而且是大的落地窗 那梦多的巨蟹天平比较多 它是属于怎么样呢 它会 梦多 对 它本人内在跟我们看到它的表现 应该是不一样的 其实它是很小男人 它其实是需要被保护的